哈囉大家好我是真知貓 撿起道具是大部分動作冒險遊戲的功能 在風之谷裡面 撿起道具就會加一個共通道具 撿起來放在自己的背包之中 並變成自己的道具 而那個需要給玩家撿起來的共通道具 可以是系統自動生成的 也可以是遊戲內打怪掉落的 甚至是玩家自行儀器的 那些道具就會變成共通道具 讓其他玩家撿起來 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功能 這麼單純功能的按鍵 應該很難想像 曾經引發起無數玩家之間的耳與我乍吧 今天這部影片就要來說說 這個小小的撿起道具按鍵 是如何引發玩家之間的進攻與防守 還有一些些個人在其中的一點小故事 玩家丟在地板上的東西 是沒有撿起道具的限制的 雖然說沒有限制 但是在部分的狀況下 玩家丟出的一些東西 是撿得起來但是是不要撿起來的 懂得玩家就不會去撿 也就是玩家跟玩家之間的默契 比較多人體驗過的就是在組隊任務裡面 最早有這個需求的組隊任務 應該就是時間的裂縫 也就是玩具層101 其中有一關 玩家們需要進入數個黑暗的裂縫之中 並從中擊敗次元之怒目和次元之哀目 藉此獲得通行證來通關 因為進入裂縫之前 玩家們不知道裂縫之中 有沒有其他的玩家已經進入其中 所以為了明確的分別 裂縫是否已經完成 玩家們會將封閉 或是任意的一項道具 丟在裂縫的門口 用於方便辨識 漸漸的也成為玩家們之間的潛規則 這個規則不單單只用於組隊任務而已 在早期的一些魔王地圖的設計 Boss是要使用道具召喚出來的 像是拉圖斯和殘暴眼魔 而拉圖斯的地圖中 在Boss召喚出來之前 其他玩家是能透過路口 進入魔王關地圖的 如果有人正在召喚Boss 那麼剛好的有個路人走進來 就會變成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一天只能入場一次 所以這類需要一些時間召喚的Boss的地圖 蠻多玩家都會在地圖路口 揪出一個道具 來象徵者三分鐘內 有玩家已經進入Boss地圖之中 硬幣消失前麻煩先不要進入地圖之中 這中有時間讓你慢慢召喚的Boss 在當年也有一些大佬玩家的玩法 也就是暗影神偷的封閉炸彈 在召喚Boss之前 先將Boss落地點的位置 丟滿滿滿的五萬封閉帶 在Boss下來的時候 就直接炸下去 只是不了解 又或者是第一次接觸到的玩家 可能就會將神偷大佬丟的封閉帶給撿光光 也算是當年監起暗箭的一些小插曲 這類打王練功的遊戲內容 玩家之間就有許多的潛規則了 在玩家互動方面的社交內容 更是早期風之谷的經典 也就是在自由市場 多沃城市醫院 和廢船上面 等等的地方都能夠進行的丟丟了 更是玩家們之間而日我乍的場所 相信有許多玩家看過 一個玩家在不停的丟道具 身為圍繞著許多的玩家 爭先恐後搶著去撿那些寶物 但是無論怎麼去敲打撿起案件 就是撿不到那位玩家所丟的道具 甚至有些道具在落地之前 就已經被玩家撿起來的感覺 老實說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怎麼能夠在東西落地之前撿起來 據說是透過截圖鍵的方式 在玩家按截圖按鍵的時候 遊戲畫面會卡頓一下 使用這個卡頓 黑浪還會掉落到地面的道具 卡頓結束之後 直接顯示在地面上 並且可以直接撿起來 其他玩家的畫面看起來就像是 掉具還沒有掉落到地面 就被玩家撿起來一樣 不過這部分只是聽說而已 現在好像也測試不出來 當年有使用過的玩家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補充 這種看起來有機會撿到的道具 在心理上面還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有價值的寶物就在眼前 卻撿不到 這才是最絕望的 過去有一張地圖 所有的人都可以將道具 丟到一個特殊的平台上面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一個職業 可以將平台上面的東西給撿下來 這樣一說那張地圖是哪裡 應該有很多觀眾想起來了吧 那樣地圖就是自由市場 弗蘭德里和石庫瓦魯在的那個平台 而那個可以撿起道具的職業 就是暗殺者 所有的玩家可以從跳起來丟道具的技巧 在角色跳到最高位置的時候 將道具給丟出來 就能夠將道具給丟到平台上面 因為那個平台 只要玩家走上去 就會立刻被傳送下來 除了平台最後邊 在不被傳走的位置 有機會將道具給撿回來之外 丟到上面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撿不回來的 除非暗殺者使用二段跳 從下面往上跳 直接跳到道具的下方 按撿起按鍵 就有機會將道具給撿下來 不過跳的距離和跳的時機 那些都是需要經驗累積的 有些有能力的暗殺者 會將一些有價值的道具丟在上面 等吸引一堆玩家在那邊觀看之後 再將道具給撿下來 除了只有市場這個有事沒事 就會有稀有道具在平台上面的地圖之外 多落城市醫院 不僅是解破舊披風的地方 更是許多喜愛社交的玩家 會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之一 只是我實在不知道 為什麼會聚集在多落城市 或許就跟當時只有三眼章魚伺服器的二瓶 比一瓶多人一樣神秘吧 在這種會有人潮聚集的地方 總是會出現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猜應該有很多人 跟我小時候一樣 喜歡在其他人確定撿不到東西的情況下 將一件有價值的寶物給丟出來 然後看到有人想要過來撿的時候 再將他給撿回來 光是這樣的行為在過去的那個時候 就能夠掀起玩家們之間的心理戰了 想要制裁這種行為的玩家 破解的方式我個人知道有三種 那個時候因為大多數的玩家都沒有位移技能 所以瞬間移動到丟寶物的玩家身邊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麼埋伏在一個地方總是可以的吧 當然風谷並沒有能將玩家整個隱藏起來的系統 這樣的話裝掛機總是有機會的 相信有許多玩家在掛機的時候習慣坐著椅子 除了能恢復腳車狀態之外 也能夠營造出一個玩家不在身邊的感覺 而坐著椅子正常情況下是無法撿起東西的 但是那個時候有人發現 角色在坐椅子的狀態下 按下鍵盤右邊的0按鍵 就能夠在坐椅子的狀態下撿起道具 所以有時候就在這樣很多人在互動的地圖中 裝個掛機的樣子 又或者用東西卡住撿起的按鍵 運氣好的話是有可能撿到東西的 我猜現在還有在玩風之谷的玩家 有時候跟其他玩家互動的時候 會將一些道具給丟出來 互相開開玩笑之類的 只是在一些玩過早期風谷的玩家來說 這是一個充滿勇氣的行為 或許有玩家心想 周圍沒有其他玩家 東西又不會被撿走 只是丟出來玩完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現在或許是這樣沒錯 但是老玩家們會對此有一定程度的警戒 原因是因為 在早年的時候 將寶物丟出來 寶物在落地重新撿回來之前 是有可能直接被外掛給吸走的 可能有人想說 能不能先丟一堆沒用的道具出來 來測試一下地圖中 有沒有人使用全圖器的外掛 根據我小時候的測試 是沒用的 他們應該有辦法設定一些道具的黑名單 所以這方法是行不通的 只能說有時候 從玩家敢不敢將有價值的寶物給丟出來 就稍微能夠看出來 最後玩家遊玩風之谷的資地深不深了 最後的這個方法是最不穩定 也是成功率最低的 甚至好會受到地形的影響 那個方式就是當機 我個人曾經因為當機 而撿到其他人所丟的寶物 在那個家用電腦沒有很好的時代 雖然風谷的要求效能不高 但是當年在跑風谷的時候 還是時不時會卡頓一下 雖然到現在還是時不時就卡頓一下就是了 而玩家只要在卡頓的期間 持續按著方向鍵 等到卡頓結束之後 角色就會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在其他的玩家眼中 你的角色就會突然在原地空中漫步 一段時間之後突然就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如果別人站在地圖的邊邊丟寶物 然後你又剛好畫面卡住 只要持續按著那個方向的方向鍵 畫面恢復的時候 是有可能直接站在那位玩家身上的 這邊就來講一段小小的故事 那天是一個平凡的日子 一位可愛的槍騎兵 算了算現實的時間 找得最適合的時機去 搭船前往天空之城 等待船靠岸的同時 也有許多的玩家一同前往 他們都有著各自的目的 飛船開動之後 一部分的玩家選擇前往船艙之中 以防受到地獄八路骨的襲擊 這位可愛的槍騎兵 因為曾經有在度過城市中開著神聖之火 被一隻闖入村莊的地獄八路骨撞了一下 索性倖存了下來 所以這次他選擇待在船艙外面 看著艙外的風景 一段時間之後 地獄八路骨並沒有出現 玩家們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此時有一個玩家走到了船的最前端 丟出了一個秀菲卡曼的項鍊 於是這位可愛的槍騎兵就準備衝去撿 但是就在他抬起腳的瞬間 畫面整個卡住了 卡住數秒之後 可愛的槍騎兵就瞬間移動到 丟道具的玩家身上 並立刻撿起了項鍊 被撿起項鍊的玩家滿臉錯 並希望槍騎兵將項鍊還給他 當然結果就是 槍騎兵直接跳船消失在那飛船上 留下眾多滿頭問號的玩家 其中有一位丟失了有點價值的項鍊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出去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